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如這個圖 這個坐標1我們稱為是第一點 坐標1負1稱為第二點 就這樣順時針這樣繞 就是說它第一次的話 從這一向線跑到這一向線來 那移動兩格 第二次的話從這裡到這裡的話也是移動兩格 再來是三格、四格、五格、五格這樣子繞 然後會一直增加,那個距離會一直增加 然後呢是順時針這樣繞 那麼它是說 第一個小題 它說第二向線呢 第十個點的X座標是多少 第二向線就是這個 第二向線的話我們看 從這一點到這一點 它距離的話 X座標它是-1 Y座標它是-1 好 那這個第四點 這一點 我們用這個符號 這一點它座標都啥 X座標的話呢是-1 那Y座標的話是-2 這第一點 然後它問什麼呢 問說這個第十點 那第十點的話 它X座標的話 每一次都-1 所以第十點的話呢 要再-9 第一點是-1 再來是-2 那幾個間隔呢 從第一點到第十點 有九個間隔 所以你還要-9 -9以後的話 這個就是第十點 應該不是啦 應該不是啦 應該就是說 這個是 某一個 那第十點 從這裡算 4、8這樣子算 還是呢 點跟點之間隔 它一個座標的話呢 是-1 外座標增加2 那這個從這裡 這是第一點 這裡的第一點 到第十點 它是有九個間隔 所以你要-9次 -1 減掉9 減掉9 所以是-10 那這裡的話 它每一次加1 所以你要加9 就2 加上這個9 2加9 2加9的話 等於什麼呢 等於11 等於11 這11 不過它只問什麼呢 問說x座標 所以這題答案是-10 它只問x座標 那y座標是11 那y座標它沒有問 所以這一小題答案是-10 我們看第二小題 第二小題 第二小題 他問說 這個第六十二點就這樣繞 第六十二點的話 是在哪裡 我們先來看看 第六十二點的話 它在哪一向線 我們看喔 這樣繞一圈的話 繞一圈要跳四次 從第一向線 1、2、3、4 又跳回來了 又跳回來了 就每跳四次的話 會跳到原來的向線 然後現在他說呢 第六十二點的話 應該在第幾向線 我們看喔 這六十二除以什麼呢 除以四的話 如果余一的話 是在這一向線 如果余二的話 在這一向線 余三在這一向線 余四在這一向線 好 那我現在喔 這六十二 給他除以四 他余幾 四一的四 這是二十二 四五二十 余二啦 這個是余一在這一向線 余二的話 余二的話在這一向線 所以是在這一向線 那這一向線的話 他說喔 六十二 六十二的話 我們看是落幾次啊 這個應該是十五次啦 十五次的話 我們看是十五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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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是嘟 他每一次的話 它每一次的話 它每次的話 他每次的座標的話 增加什麼呢 我們這樣講,X座標我們叫A1好了 X座標低一點的X座標是1 現在要加15次 從這裡到15次 這樣繞是第一次 第二次繞15次 繞15次,每繞一次加1 等於是第16個 第16個是A1加上多少 每繞一次加一個單位 所以是加15乘以1 所以這個是等於16 所以它的這個座標 X座標是16 那外座標的話呢 這V1 就是第一點 這個V1的話是等到 是等於負1 那負1的話也是 繞15次的話 下降15次 就V16 等於是第16點 這邊的第16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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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第62點 這個等於 這個等於負1 那剪多少呢 減掉那個15 剪掉15 剪掉15 負1加上 沒有什麼呢 15乘以負1 那這樣就等到 這樣的話 等於那個負16 所以它的什麼呢 它的那個 Y座標的話 是負16 負16 所以它62這一點的話 座標是這個 好 再來我們看看這個 再來的話 第三小題 第三小題的話 它是問說什麼 第三小題 第三小題的話 它是問說 從這一點 這樣繞這樣繞 繞到第50點 它移動了多少距離 多少公分 它這個 這樣一個單位是1公分 一個單位代表1公分 那從1這樣繞 繞到第50點的話 需要多少公分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 從第一點繞到第二點的話 這個呢 需要兩公分 兩公分 再來是2公分 再來是3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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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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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公分 兩公分 三公分 再來是4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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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是5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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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發現 它每一次增加1,不過是兩個 兩個2,兩個3,兩個4,這樣一直增加下去 那我們先來看,從1到50的話,幾個間隔? 就是49個間隔 從1跳到2的話,要移動2公分 每一個間隔,它移動的公分數、長度 從1到50的話,要移動49個間隔 這49個間隔的話,我們就算算看 這兩個間隔是相同的 現在49的話,是基數 所以現在是48,48等的話 等於是2,這一次兩個,2乘多少呢? 2加3加4 一直加到多少呢? 有48項,那這裡等於是要有24項 那24項,最後一項應該是25 2到25總共24項 這個就是前面的48項 就是每一個相同的一個的話,就是有兩個數字 前面48項,它移動的距離這麼多 然後呢,第49項,就是第49個間隔 第49個間隔,它移動多少呢? 移動26個單位 我就到最後,它一次要移動26個單位 好,那這樣呢,總距離是多少? 2乘以多少呢? 這一個的話,我們可以用那個 那個什麼呢? 這個的話,你可以這樣看 兩個球,加3個球 一直加到25個球 總共幾排? 總共24排啊 那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一個T型 上底是2,下底25 上底,加上下底 那乘以高 高的位是像素,乘以24 那乘以2 這個就是它的總數 那再加一個26 那這樣等於多少呢? 這樣的話,這個就是 27啊,乘以24 那加上26 等於674 所以呢,要移動多少公分呢? 674公分啊 所以答案是674公分 沒想像? ,是不是? 谢谢观看